美国总统川普当地时间2月5日晚 发表任期内的第二篇国情咨文演讲 在约一小时23分钟的讲演中 获得100多次掌声 哥伦比亚网播公司CBS 随即发出民调结果 共和党97%认同 独立选民82%认同 民主党30%认同 外界惊讶这家左媒的民调 认为这一不同寻常的左右通调 十分罕见 足见川普捕获了媒体 并被普遍认同 美国两党如果认同川普 对中共的绞杀 中共的土猪年又将多出一份挑战 川普在国情咨文首先表明了 希望我们不是作为两个政党 而是以一个整体来治理国家 他还说 制胜并不是为了政党 而是为了我们的国家 他还呼吁两党停止无谓争斗 要求各位选择伟大 显然 这一说法得到了鼎力支持 美国报纸长期被自由势力掌握在手 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 洛杉矶时报 波士顿环球报等 都是著名的自由主义立场的报纸 保守派的报纸影响比较大的 主要有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时报 有说法指 从意识形态上来说 美国主流媒体更多的是民主党 Democrats的雍文 美国的三大五线电视新闻网 美国广播公司 ABC 全国广播公司 NBC 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都是支持民主党的 仅有福克斯广播公司 是共和党的坚定雍文 CNN作为立场较为客观的电视台 在近年来也逐渐所行 不过 前不久 媒体研究中心的一项调研发现 对川普负面报道的比率 高达百分之九十 正面报道只有百分之十 另一项民调显示 新闻媒体传播假新闻的比率 从前一年的百分之六十三 攀升到百分之七十七 川普也曾一度批评媒体假新闻已经失控 乃至于在去年一月 在推文中列出了十名假新闻奖的得奖者 其中就包括纽约时报 CNN等媒体 有意思的是 曾多次刊登川普总统不利消息 和报道的纽约时报 目前还没有对总统的国情咨文置评 纽约时报的创刊主编 曾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 几年前的统计数据表明 该报记者中 百分之四十四点一是民主党人 百分之十六点三是共和党人 川普在国情咨文中 提到委内瑞拉社会主义政策的失败 并誓言美国永远也不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 还进一步表明了对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瓜伊多的支持 川普在讲演中 对民主党人上届总统奥巴马的间接批评 也受到赞同 川普表示 我不怪中国领导人 但怪我们的领导和代表们 此外 川普也宣布了川金会的时间和地点 但没有透露川习会的信息 更重要的是 3月1日 美国对中国2500万商品加征关税恐怕要铁榜丁丁了 川普说 我们现在正致力于与中国达成一项新的贸易协议 但它必须包括真正的 机构性的改变 以结束不公平的贸易做法 减少我们长期的贸易赤字 并保护美国的就业 就上述例举的这些说法来看 美国两大政党及媒体应当就此达成共识 而这一态势对中共必然是一场噩梦 我暂令我们的会协议和预 тому 让有一种嘱饰来造成共识 事明 Vid 我所 cor叔的维持人瑞平达成 until 总共识员 reduce our chronic trade deficit and protect American jobs